都不要打 我跟賴清德打就好了 賴清德校正2020對決 韓國瑜笑著接交 他並沒有輸啦 他沒有輸 所以我也期待 為了有機會 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上面 我們彼此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然後贏的人帶領台灣往前走 謝謝賴清德院長對我的讚譽不敢當 在我的立場非常清楚 繼續把我分內的工作做好 就是如此 我覺得我比較像利胡聰 喜歡喝酒 喜歡交朋友 喜歡大聲的歡笑 憑總統黨的初選都還沒過 賴清德已經鎖定假想敵就是韓國瑜 想清流對韓流完全無視當家的蔡英文 顯然沒有把蔡英文放在眼裡 直接就想要對決韓流的樣子 他目前當然心目中希望也是跟蔡英文一樣 藉著韓國瑜來襯托自己的身價 顯示好像自己只有自己能夠對上韓國瑜 可以跟韓國瑜一戰 沒把蔡英文當對手贏得內致 開打前趁著韓流先拋韓賴對決方向球 解綜合報導